同學,昨天這個 這部分要補上吼,所以 如果50是垂直的,20是平行的 按照這個比例,這個是垂直的 這50就變平行了 好,所以我們抓好這個比例吼,垂直的對上什麼,平行的 在50如果對20,這第一個圖 第二個圖是F1 垂直的對 50是平行的,因為是摩擦力 所以F1就是125 那你現在是F2的話,F2跟20有多少 F2 他說,若以圖三勢力,要加F2才可以恰可移動 他問你還是要恰可移動啊,所以這裡是多少 你要把F2拆開嗎 20就是恰可移動 對不對 那20,20就是20跟奧兒 20跟奧兒一定大於20的 這幾個部分都要改一下 這 看了一下 他往上提的部分,會減少正向力 他往上提會減少正向力 所以如果他說,如果要這樣子還是要恰可移動的話 我們要做個計算 我這移過來 F1是125 那你就變成說 呃 變成說 你這是F好了 F 這就是F 這就是根號2F 根號2F 你的50 50向下是 50,所以你的正向力應該是 50-F 因為有兩個向上的 50-F 所以垂直的對水平的 我們來說是50對20 好,那你現在正向力變成50-F 那 用F才能推動 去算這個才對 好,那左邊是2.5,所以2.5F 要等於50-F 2.5吼,這是2.5 那移過來是3.5F 等於50 F等於 345分之500 7分之100 就14點多 7分之100 就14點多 這這題要寫小於才對 你的F F2的拉法 F2的拉法 這要特別注意哦 你們直說他的解答寫錯了 好 直說我這一題都要注意 他寫錯了 你有一個向上的 你就減少了的正向力 正向力變少了 所以拉力也可以跟著變少 等一下 這是F 14點多 127分之2 再乘以更好人 127分之2 好,他F2 所以這個 1,100 1,100除以7 再乘以1.414 100除以7 再乘以1.414 1.414 哇 比他大一點點 比他大一點點 好嗎 他的答案是錯 那個解釋是錯的 解釋是錯的 所以還是要大於20 他問F2啊 F2是這個 更好2 F2是這個更好2 這要注意一下 嘿 他有新的正向力 記住這樣念 新的正向力 就有新的 最大近摩擦力 那比例是 50比20 好他現在是推不動的嘛 你20向右15向的 那表示有一個摩擦力 是向左的 向左的5 他沒有摩擦力 他就會向右走 因為向右比較大 就有摩擦力 所以這是 那再來這裡是 你正向力越大 對不對 正向 整體正向力越大 整體正向力越大 那最大近摩擦力就越大 這裡有寫最小水平是力 就是最大近摩擦力 所以是丙以甲 丙以甲 選A 再來彈簧 你看一下 他本來只有10公分 所以 他本來只有10公分 所以你多了5公分 所以你要這樣念600會多5 那你既然是600啦 用600拉 應該多5啊 可是這裡只有多4 多4而已 對不對 你自己只有加4啊 10公分加4 那5對600那4就要對 480 所以彈簧的恢復力是480 彈簧要恢復 再拉回來480 那你這600 然後這裡是靜止 那表示第一張的摩擦力是120 向右 600-480 600是向左的 然後480是向右的 那還缺一個120向右 這樣才會相等 按照比例 按照比例啊 5就對600 那4就要對480 那還缺120 好你現在 不要動他就不摩擦吧 所以 椅是沒有摩擦力的 好所以椅要在最後面 提示要注意 在你正向力越大 對不對 正向力越大 最大進摩擦力就越大 所以夾到第一個 在 柄 柄往上提 所以正向力會變小 正向力變小 摩擦力 靜摩擦力 最大進摩擦力也會變小 動摩擦力也會變小 所以應該是 甲釘丙移 甲釘丙移 丙是正常 然後丙會變 往上抬一點 在這個 你往下壓 這不會有摩擦力的問題 可是你往這邊推 這樣推的話 他說能靜止不動 那表示 這裡有一個摩擦力 你的摩擦力 大小跟什麼 跟F1是一樣 所以大小是F1 然後這是向左 因為F1向右推 他就要向左 向左 好 OK 就